配合桃园航空城计划开发 炉竹坑口里有一半是征收区 其中彩绘村刚好就位在这个区块 坑口彩绘村以在地农村特色入化 一度成为爆红的景点 地方人士不舍彩绘街消失 希望市府可以用纪录片的方式 留下这段历史 悉尼农村彩绘还原560年代农村样貌 用搭造煮饭的厨房 充满古早味的干嘛店 透过彩绘一一重现 罗竹区坑口里社区居民 透过艺术造村彩绘住家场面 创造出独树一格风貌 不过随着航空城开发 这里将在113年走入历史 这也让这地居民相当不舍 即便是搬家了 不时还会回来走走看看 偶尔会回来看看吗 我常常想到就回来看 跟以前差很多吗 差很多 地方这个真的很有特色 尤其今天过来了 很多游客会过来 现在呢 现在也就拆了 没有办法了 彩绘村从陈胜宫周边 一路延伸到海山路及坑果路 周边30公顷民宅工厂层面 近千坪的彩绘都将随着航空城开发消失 当地理账老宋王市府 能以记录片方式留下这段历史 就是说当初台湾市政府有说 他在完成征收之前 他会做一个纪录片 来记录坑果彩绘村的这一段历史 可是好像后来也不了了之的 彩绘村注定消失 居民希望这些美丽彩绘 不只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也能够用影像记录下来 感谢观看